打開之後才知道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狀況 但是現在心情很放輕鬆 在一次看到影片的時候 就是已經把那個肚子變成水蛇腰了 我得到的這個是邊緣性卵巢癌 我覺得它這個外型看起來真的像一顆蒜頭 不知道為什麼真的看起來很像蒜頭 接下來就是等 職辦的醫生他會來幫我做一些檢查 然後會在肚子上面畫一些東西 晚上會灌場一次 明天早上也還會再灌場一次 把你的腸胃盡空這樣子 這個搖頭娃娃呢 是弟弟啊 他去報習班用點數換來的 他一直問我說 媽媽你喜不喜歡這個娃娃 你可不可以帶去醫院可以陪我 我才不會 所以我就把他帶來了 早上7點開到 所以現在已經6點20了 然後有點要開盲盒的感覺 打開之後才知道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狀況 但是現在心情很放輕鬆 在一次看到影片的時候 就是已經把那個肚子 變成水蛇腰了 現在已經開完到第二天了 昨天因為真的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我就沒有錄影 現在呢在等排氣 因為如果沒有排氣就不能進食 我已經起來一直走動了 但是 還是沒有任何排氣的跡象 我現在先專心的 排氣 好 我看不懂 太直接哭了啦 沒有啊 我哭不出來你們兩個 在幹嘛 為什麼要哭 不要這樣子 他說要再洗便農 老實跟你講 很丟 洗完啦 大姑娘 大姑娘 好柔軟 好放鬆耶 打褲子 現在是開刀完的第三天 明天就要出院了 今天小朋友有來看我 其實他們開到第二天就有來看我 但小朋友今天來看我 應該就覺得沒有那麼擔心 好嗎 看起來精神好嗎 看起來跟平常有不一樣嗎 沒有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現在是 開刀完之後兩週 然後昨天 去醫院拆釘子了 就會知道自己的這個病名 到底是什麼 所以今天就想說來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先跟大家感謝 就是 我收到了非常非常多關心的訊息 不管是在影片下面的留言 或者是在IG FB的私訊 然後我都有收到 但是有可能我的私訊 因為真的有點太多 在擊敗則 所以我還沒有每一個每一個打開來看 但是在影片下面的留言 我都有看 那也看到非常多的病友 有來分享說 他們有什麼樣子的治療狀況 我覺得可以讓這一次的事情 提醒很多的女生們 這樣的事情很頻繁的在發生 我們一定要小心去做檢查 然後也要更正視自己的身體健康 然後要有警覺性 報告出來之後 我才真正確切的知道這個病名是什麼 那他的名字有一點多種 所以我現在稍微看一下我的小抄 我得到的這個是 邊緣性 阮潮癌 然後 很多的功課 我才知道說 喔 這樣子的一個癌症 它是介於良性跟惡性之間的那種感覺 一般我們知道的癌症 它其實就是像惡性腫瘤 但是這個是有一種邊緣性的感覺 就是 醫生跟我形容比較簡單的講法 大家可能比較聽得懂 就是呢 你在這個表皮上面 這樣子亂長亂長亂長 長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東西 那有一點點不太好 可是呢 它沒有往地下室長 所以它沒有往地下室長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這邊的東西拿掉 那就 沒事了 我們不需要做放射治療 然後也不需要做 痾 化療 但是 當然術後要非常緊密的去追蹤它 觀察它 可是如果你在這個表面上長長長 你長到地下室以後 那就會變成真正的惡性腫瘤 那我呢 算是比較早發現 所以它在這個上面亂長長長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拿掉了 所以我這一次的手術就是拿掉了 一邊的腸跟疏軟管 以及部分的腹膜 因為 醫生打開肚子的時候 其實因為那個腫瘤真的很大 我這裡有照片 所以我現在要先提醒大家 在三秒後呢 我會放上那個腫瘤的照片 但是我把它有黑白處理了 如果會覺得不舒服的朋友可以掠過 我覺得它這個外型 看起來真的像一顆蒜頭 不知道為什麼真的看起來很像蒜頭 醫生也有跟我細節的描述說 如果這個切開來 這個腫瘤打開來 以後它其實有一些部分是有像水泡的東西 那這些像水泡的這些東西就是不好的 那這一種邊緣性卵巢癌呢 它算是術後恢復非常非常良好的 在數據上面顯示在五年內的存活率 所以是百分之九十五到九十七 它一般術後就是 切除掉了之後 不需要再做化學治療跟放射治療 但是就是密切觀察 術後的恢復我覺得 非常好 醫院會希望你就是要趕快排氣 所以你可能要儘快的起來 稍微走動一下等等的 我覺得傷口的痛對我來講好像沒有非常的明顯 所以其實我開門到的當天 我就下床走路了 當天我就想說 欸 我來試試看 我能不能夠感覺到我的腳趾 當然是可以嘛 所以我就腳趾這樣動一下 然後我就想說 會很難站起來嗎 搞不好不會喔 然後我就真的就下床然後就站起來 然後就發現 哇 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痛 所以我覺得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然後再來 第二天就是可能會稍微就是散步啊 在房間內走走走走 然後讓自己想辦法快一點排氣 因為排氣就可以吃東西 只是我一定要告訴大家 就是這樣子的手術結束之後 你的腸胃其實是非常非常的 還沒有醒過來的狀態 因為經過了全身麻醉 然後你有一個這個腹部的刀的關係 不要吃那種很難消化的東西 所以我在整個休養過程中 我覺得都是要矽膠慢液 然後很容易會比較有脹氣的狀況發生 這個是我自己術後覺得 比傷口還痛的其實是脹氣的痛 因為我有痛到在醫院吐 這個是我當時覺得開刀完 反而最難受的一件事情 竟然是脹氣 那我這次也想跟大家分享 我是在中國醫 然後給洪耀青醫師 他是我的主治醫師 他是婦產腫瘤專門的 是陳敏華老師的介紹的關係 我找到了洪醫師 一個醫師他可以帶給病人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我發現在整個治療的過程當中 洪醫師從來都不會就是在一個還不確定的一個狀態下 就直接下定論 既然這件事情已經發生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針對治療的一個措施去做很好的規劃 其實我們病人需要知道的就是這樣而已 那我認為洪醫師他就是給人家一種非常穩定 情緒很穩定 然後從來不會講某一些就是讓你會覺得緊張或是什麼樣子的話 他不會多說什麼很多個人情感的 因為就是我覺得那個對於治療的方法 可能並不一定有特別大的幫助 所以醫師總是就是會用很和緩的情緒 然後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子做治療 他都會跟我說你不用擔心 這個我們已經做這樣子的很好的處置之後 然後你就是要保持心情愉快 然後很正向 然後呢就是你就可以吃肉粒啊這樣子 就會讓病人覺得很放心這樣子 然後再來也是非常非常感謝護理師們 有好幾個都是影片的觀眾 所以他們後來還會寫小卡片來給我打氣 然後告訴我說他是從哪一部影片開始看我的影片 然後很喜歡我影片分享的正能量等等等等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我覺得其實心情對於病情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即便你會覺得很多時候有一些負面的心情 跟我們想要告訴自己說我們現在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專注於我們能做的事情都會越來越好的 然後喜歡的